歡迎大家來到電路學的課程 上禮拜我們已經完成了Chapter 1、Chapter 2 不曉得大家做得怎麼樣 應該是非常簡單的一個題目 所以說請大家多多練習 然後我們這個禮拜要開始教第三章的內容 然後在這邊先說一下 因為現在的疫情其實使得每個人都不知道 他是不是有沒有可能在下一堂課就確診 然後沒辦法來 那我現在這個課 我現在的課程會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這個可能可以是使用這個 如果有一些要補充的部分的話 那我會使用那個手寫的一些方式 就不會寫在黑板上 那這樣的話我全部都可以把它錄影起來 然後再來就是使用講義 那講義搭配的手寫那就有點 那就跟課堂上的狀況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我這東西弄完之後 我就會放在公開的網站上 那大家就可以上去看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防疫遇到一些防疫的一些困擾的話 就大家就不會有什麼問題 那不只是各位同學有可能會中標 那其實我自己個人在那個暑假的時候 我自己也就是有一天 那我太太就發燒了 然後她說要隔離 然後我就當天之下我也發燒了 然後喉嚨好痛啊什麼的 那大概幾天之內就 雖然幾天之內又恢復了 可是這樣的隔離時間 實在是真的是有點麻煩 所以我這邊我明白 這樣子一個 這樣子一個不變之處 所以說我這邊會把它放上去 然後講義 就是我現在第三章的講義也放上去了 那當然就是 如果大家可以練習的話 就是把它好好的練習 那是最好的 OK 好 那我這一章要講的就是那個分析的方法 好 那分析的方法 主要有兩種 就是第一種叫Nodal Analysis 那事實上就是節點分析法 第二個叫做Mesh Analysis 就是Mesh我不知道怎麼翻 我們就把它叫做Mesh 叫切割嗎 還是分割啊 還是什麼 我這個沒辦法翻得非常的答義 就是簡單講就是 你把一個電路分成好多個Mesh 然後針對這個每個Mesh 就是做出一個 做出一個方程式 那Mesh 所以說Mesh是有點像回錄啦 OK 那所以說 節點方程式跟回錄的方程式 然後下來之後還會做個比較 然後在最後再做一個 做一個那個Application 那各位都知道 就是說我在第一節課裡面 我已經我已經明確的列出這個那個 解電路的方法 就是 哎 那解電路的方法 不外乎就是說 把所有 他有很多電路啊 有很多電壓源 也有很多電流源 這些東西 很複雜 很複雜很複雜 但是你不要害怕 他他基本上做電路的 解電路的 第一個方法就是 把所有的 把所有的 的方程式都列出來 然後 然後 然後理解 理解以知數 然後去解位知數 然後去解位知數 其實 事情就是這麼的簡單 那所以說 我們在列方程式的時候 那假設這樣的一個題目 那我們依據 譬如說我們每個克希和夫定律 這個 這個大概就是用 用KCL 或者是KVL 這兩個 KCL 跟 KKVL 這兩個方程式 這兩個路 就可以把所有的 以知列出來 然後 當然就第三個叫做 那個分支方程式 就是分支 那一般來說 他是歐姆定律 就是 就是依據這三件事情 KCL KVL 然後以及歐姆定律 那我所有方程式都列出來 那以知的東西有可能是什麼 就是 訊號源 就是B S I S 就是我這邊知道 B S 我知道I S 那我的位置呢 那我位置可能就是I 還有B 對不對 每個節點的I 每個節點的B 好 那所以說 我們在 列式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 每個電路圖 我們都要很很努力的去列式 然後列完式之後去解方程式 那 所以說 你說其實在這一個章節裡面 他做的事情其實跟前面這個 就是用KCL KCL 然後KVL 還有歐姆定律去解方程式的步驟是完全一致的 只不過 這個章節他的做法是可以讓你做自動化 可以做到自動化 如果 各位同學 那 這個 在解方程式的時候 那你對寫程式有興趣的話 那你就會發現說任何一個程式寫下去 我有沒有辦法 你要用這種思維 就是說 我現在有一個很複雜的電路網路 那我有沒有辦法寫程式自動的把這些方程式列出來 這就是一個問題 就是我 我現在 直接每個題目 Case by case的去把東西 那個列出來是解題是考試 但實際上的產物實際上的實務練習的時候 他可能是一個很複雜的一個網路 那很複雜的網路 你難道要自己一條一條去列出一千道方程式嗎 那你列的方程式會不會錯誤 那有沒有一個很有系統的方式 協助你去把這事實列出來 然後確保這事實是正確的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的東西 其實這這邊的招式其實 跟前面是一模一樣的 但只是 他只是多了一些系統性的 劣勢的方法 能夠協助各位同學去寫程式 這樣子 好 那既然在做系統性的劣勢方法的話 那我這邊 就先做稍微做個補充 就是你如何去 如何去描述一個 如何描述一張電路圖 那你當你瞭解如何描述電路圖的話 你等一下看我們在做事情 你就會非常的清楚 那你想想看 我現在就就拿 這張電路圖來講 這張電路圖有 有一些節點 這邊有 第一個節點 第二個節點 第三個節點 然後這邊是不是也有第四個 第四個就是這個這個節點 所以我這邊是不是寫說 這個就是Node1 這個就Node2 這個Node3 就Node4 所以我有四個節點 這沒有錯對不對 那我是不是也要想辦法把每個元件先取名字 那我這個取的叫VS IS 這我取的 那我這邊就是R1 我就取名字而已 R2 R3 那取完名字之後是不是要真的知道他的參數 沒有錯 所以VS等於5伏 IS等於1安培 R3等於4歐姆 R2等於10歐姆 R1等於1000歐姆 這個1000歐姆 這是他的參數 那我想請問一下各位 是不是我全部都描述完了 仔細想想看 還有什麼漏掉 沒有 沒有了嗎 沒有了 沒有了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開始來列 就是 我們就開始 你想想看我這個寫程式 我是不是 有元件才有節點對不對 有元件才有節點 是我就就把元件排排站 就是像我現在 假設我先把這個件檔 那我是不是就是R1要先寫下來 OK 然後R2 R3 然後VS 我這邊其實完全 你要思考就是完全自動化的想法 那R1的連接對不對 他基本上我第一件事情先 先講完這件事情 然後接下去就來講參數 所以R1的參數是100歐姆 就是各位想想看 你在Excel檔裡面 怎麼在Excel檔寫這個東西 所以這是一個欄 那這也是一個欄 那他值100歐姆 R2是10歐姆 R3是4歐姆 那R這個是5V 這個是1A 好我就寫完 那接下來我要再怎麼去描述R1 那R1基本上 那我的電流假設是從這邊到這邊的 那我是不是N4N1 就是R1的連接是N4 跟N1的連接 這沒有問題 這沒有問題吧 那R2的連接 電流假設從這邊連過來 那就是N1到N2的連接 那R3的連接 假設電流是從這邊過來 就是N4到N2的連接 那這個VS的連接是N2 假設我定義電流是這邊 就是N2到N3的連接 然後IS連接是N3到N4的連接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各位 這樣子一個的排列是不是跟這個是等價的 那你只要想 我是不是假設我知道這個Excel檔 我就可以畫出這張圖了 應該是這樣吧對不對 因為N2都是連起來的 N3只要名字是一樣 就是連起來的 那我這樣子的描述是不是就完整的 把這個東西描述完 是嗎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錯對不對 好 那如果沒有錯的話 我們就會再思考一下 那所以說 其實一般來說 各位未來 在只要做過有關電路的 就是只要接觸到一些電路設計 你難免會遇到一種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Netlist 其實就是電路圖 我把它寫成文字的一種 那個標示的語法 Netlist 那這樣子一個Netlist在這裡的話 那這邊會有一些一些標示的方式 那接下去 接下去 那我們就來想 那這個Netlist我們下一個要解是什麼 你仔細想想看 在這裡 我們描述的東西是不是 就是我們電流的方向 其實可以被Netlist的這個順序所描述出來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要求幾個變數 這邊是不是就有一個 V1 V2 V3 V4 跟V2 V2 VN1 VN1 VN2 VN3 VN4 以及VN4 这4個變數 那我們電流其實就會有流過R1的電流 R2的電流 R3 Rs 가 所以我們其實就會有一個系統性的東西把它列出來 但是其實 你會發現 描述電流其實比較 描述我到底有幾個電流其實比較複雜 但是我描述有幾個節點比較簡單 因為我的列式基本上是利用節點來列式 所以基於此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情 最簡單列式就是節點方程式 就是說我 就是把一張net list 把它攤開來 那我把每個節點相關的式子都列出來 這個就是節點方程式 那叫做node node equation OK 這樣子可以大家可以理解我意思嗎 就是你就是從那個列式的這個原則去想一下 你就會發現說其實 這個想法是很簡單的 不然你要怎麼列 就是 不容易列 那我最簡單掌握就是 它上面有有幾個有幾個節點 那我就每個節點就是列一個式子 這個寫程式是最簡單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看說 課本怎麼把 我們在第二章交到的 種種的equation以及 rule 然後用一個有系統的方式去解它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課本怎麼做 那這叫node analysis 這邊 好 那 現在 就是 這邊 的簡介 就是寫說 那個 node analysis 它基本上 是基於 KCL 的想法 就是電流守恒的概念 那match analysis 那 我小時候是教回路 loop 但是這邊就講match 也是有道理 就是 match analysis 它基本上 是基於 KVL的想法 好 那如果你的 KCL 跟KVL都列出來的時候 那你 大概 就可以列出一個 線性的 線性的一個方程式 你就可以套用 那個線性 代數的一種計算方式 像你就可以列出 Ax等於B 那 其中 A是一個矩陣 那B是一個向量 所以你要解你的位置數 X的話 只需要套用一個叫做反矩陣的方式 就可以做 那 反矩陣我當然知道 那個各位在 高中的計算 其實很複雜 但是你要知道 就是在 在那個 演算法以及計算的那個 計算的這個寫程式裡面 這種反矩陣的這個演算法已經被發展了好幾年了 所以 它是很成熟的做法 所以你基本上 你就解寫成Ax等於B 那基本上他解 接下去就是 一定會有解 所以你一定要記得這樣的形式 對 那 我給各位講一個有趣的例子 就是 我在念博士的時候 那我那個時候 在解一個東西叫做回收放大器 然後這個回收放大器 它的那個電路啊 其實 有點複雜 那因為我想要解個通解 然後 那個時候 我要解的東西也不是數字喔 我要解的是一個 是一個方程式 那 方程式的解法 你去推它 你必須要用那個 手算 但是如果你不用手算 還是有些軟體可以幫你算出來 然後 那時候我其實 就用了一些 就是各位還沒有學到 就是有一些叫做什麼 scattering parameter 去解這個式子 因為 我認為這個回收 用那個 系統的觀點會比較簡單 然後我就推導 那我推導推導不出來 然後就拿那個 那個軟體 去可以幫我們推導式子的軟體 就我一解啊 就解了十幾頁的解 你知道 按了一個enter 它就 它就解 亂不完 十幾頁這樣 然後我想說 哇這種東西喔 這種解你可以用嘛 那我最後啊 就覺得這個東西完蛋了 那我後來就想到我 大二的時候的電路學 我就說 那為什麼 我如果 我的訊號源很難去描述它 我為什麼不直接描述 電壓電流 然後 我就開始 電壓電流重新推導 一組式子 然後就變成一個很簡單的這個 這個 這個 線性代數的一個 format 然後一解完就是一個 舉證的形式 很漂亮喔 然後 這個就奠定了我可以 那個博士學位拿到的一個基礎 所以 所以其實大家一定要記得這件事情 就是 當你在列式的時候 能夠列出一個 那個 列出一個這個 舉證式的話 其實基本上 它的解 其實有非常多 可以協助你解的方式 這OK 好 那接下去 就先話修說 就是我們講說 那我要 怎麼進行這個節點的分析喔 那 這邊 他說 在這裡 節點的分析裡面 那電路的變數 就是 節點的 電壓 所以 那個KCL 他就是想辦法 想辦法要找到 所有的 equation 有了他之後 我所有的方程式 一定找到 我就循著 節點 去找所有的方程式 那 KVL這件事情啊 是 自動的 會滿足 這個前面的列式 那我們怎麼自動去滿足呢 那我們根據我們的那個 歐姆定律 去滿足我的KCL 所以KCL 跟歐姆定律 那KVL是 配合著 就是我們其實 他會自動的 就滿足了這件事情 那 各位可能會覺得怪怪的 可是沒有關係喔 你就是再 再看下去就知道 那 一步步 你如果寫程式的話 怎麼辦 第一件事情 假設你有N個節點 那你其實 先找一個節點 叫做 GND 所以我們都有一個節點 叫做Ground 這個這個節點 就是一個 參考 電位 那 這個參考電位啊 他其實有 很多種 畫法 你可以 畫成這個 EarthGround 就是 A 還有 B的畫法 或 這種 基本的 這個畫法 那這個Ground 其實學問是很大的 但是 你就 你就先想一件事就是 每一個 元件 那我的 電位 其實就可以 以他的 電位差為主 來去列 那如果 以他為電位差為主 然後來去列他的 電壓的話 其實 這樣子列起來 比較簡單 就這個是一個簡單的列式 你不這樣做也沒關係 就是 你不這樣做 像我剛才 列式依然是可以全部都列完 好 那接下去 那我們就用歐姆定律 然後去 把電流 就是在上面的電流的式子 然後 全部都把它列出來 好 那接下去 就使用KCL 就把所有的 節點列出來 然後就是去解 Equestion 就是 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就是 先挑一個當參考電位 然後再來就是 歐姆定律 然後KCL 然後再來就是 解 那這個是 這是一個 基本的例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在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系統 這系統裡面 它有三個節點 第一個節點在這裡 第二個節點在這裡 第三個節點在這裡 有第四個嗎 再看看 這個是不是兩個都連起來 這個兩個都連起來 然後這裡兩個都連起來 這裡兩個都連起來 都沒有例外 所以 對 這三個節點 然後我接下去 把下面這個節點 設成零 那 把下面這個節點 設成零 那 有諸多種想法 但是我 其實 如果你要設 節點的話 其實我個人認為 把這個節點 設零可能比較好 那為什麼 因為 比較多 比較多元件 那設成零 那這邊的列勢 可能會比較簡單 不過沒關係 然後他就把這邊設零 那 不論 設零在這裡 還是這裡 你的答案都會是一樣 OK 那接下去 那我們就是 在節點 你要注意在這兩個 這兩個式子裡面 第一個 第一個 節點 那 我就使用 KCL 然後我就得到了 I1 這邊 就KCL很簡單 就是 I1 等於 進去的 等於出來的 所以 I1 等於I2 加上 那個 I1 加I2 這邊 I1和I2的方向 他有標起來 就是 I1 等於 I2加 I1加 小I2 在這裡 那在第二個 節點這邊 那我們 就可以用 一樣是用KCL 在這裡 那我們就得到一個 大I2 等於 那個大I2加 小I2 等於小I3 就會變成是 這兩個節點 那有沒有別的 就沒有了 就是 只有這兩個節點 就先列這兩個方程式 那我的變數都列出來了 那我接下去 就把我另外一個 以致的東西都列出來 就是 把歐姆定律都列出來 那 歐姆定律是什麼呢 第一個 電阻 這邊 就是 V1 V1 減0 等於 這邊就變成是 參考電位 所以這邊就是 V1減0 這邊是 你注意這邊是 V1 V2 它有標電壓 但這邊都是 針對0 所以 我這邊解是 這點 對 D 的絕對的電壓差 所以 這邊是 V1減0 除以 V1減0 除以 R1 然後 再 會等於 I1 會等於 I1這邊 然後這邊是 V1減V2 那各位可以注意 就是 在這裡 我這邊 其實不是 標這個 相對的電位 我這邊就變成是 絕對的 那 這裡絕對跟相對有個 很大的 不同點 就是 我們 之前 在做 電路的時候 我們每一個節點 它的 電壓 基本上 你只能標正端跟負端 對不對 你只知道每個節點的相對的正端負端 那你現在假設 參考電位列起來 每一個點的電位 就變成是個絕對的電位 那我這點標的V 就不是這邊減這邊 而是這點的絕對的電位值 它減下面的值 這樣大家理解我意思嗎 那這樣的話變成說 一個節點裡面 就只會有個電壓的值 這樣的話其實算起來就變得非常的好計算 這個各位 一定要記住這件事情 就是 我們在 第二 Chapter 2裡面 我們講到的 電壓差 我們只有講到電壓差 只有兩個點的電壓 那現在我們找了一個點當零之後 那每個電壓都是 它對於零的電壓 所以這個電壓就有點類似 絕對電壓值 那基本上有絕對電壓值的話 相對電壓就是絕對電壓的差值 那如果是絕對電壓差值的話 那其實就會變成 可以系統性的劣勢 你只要把 每個節點的電壓都變成一個變數 所有東西都列出來 好 那這邊 這個是一個重要的 細微的一個 一個 細節 那這邊再講一下 那所以列出來 我就得到 i1等於 g1 v1 那同樣 i2等於 v1-v2 就是v1-v2 除以r3 那i3就是g3v2 OK 所以 i1這個東西 基本上是 i2 加 g1 加g1 v1 i2 然後加上 在這裡 i1 i1等於i2 加小i1加小i2 那就是i2加小i1 小i1就是這一個 就是g1v1在這裡 然後i2就是 小i2就是這裡 就是g2 v1v2 那i2 等於i3 減i2 或是i2 加小i2等於i3 所以i2加上小i2在這裡 就是 那個g2 v1-v2 那等於 那個g3在這裡 好 所以我們最後就列出了這兩個式子 那我們這個電路的變數 基本上是 是 電壓 就是每一點的絕對的電位 絕對的電位 不是電壓 那所以說 我們在這裡 我們把v 變成一個變數 我們把它 列出來 我們就得到說 叫v1 v2 然後這邊是我的 那個 這邊是我的 那個 取證 然後右邊是我的 以致是i1 i2 然後我這個東西 就可以套用 我的解反矩症的方式 把這個電路解出來 OK就是這麼簡單 那這邊有幾個 小細節 要跟各位 討論的就是說 第一個 就是我們前夜有提到過 KCl是劣勢子的重點 但是我的KVL這件事情 會自動的去滿足 那大家可以在這裡 去理解一下 為什麼 KVL可以自動滿足 那是因為 我這邊 v跟i的關係是 我們用歐姆定律 去把它 去 滿足它 所以 歐姆定律的i跟v 其實有其他的 其關係 如果i跟v的關係滿足以後 那我 整個解完 答案是對的結果 那自然就是 每一點的電壓的差 都會是證據 所以 所以各位可以去 思考看看 他是在哪些 環節滿足的 那 當然另外一個 滿足的結果也是 我們是使用了絕對的 電位去 去描述它 那我絕對的電位 描述相對的電位之下 那我的電壓改變 就是電位的 相差 那所以說一個往上一個往下 自然到最後 我們整個loop還是 還是一樣是零 所以 這件事情其實是 有幾個小細節 這要 大家可以 可以去理解 就是這一部分 好 那我們這個簡單的例子 講完之後 當然 這個世界上沒有這麼好的事情 就是 一招就打天下 否則為什麼會有 接下去的 一些內容 那 所以 我們就來想一下 就是 你看一下這前面的市值 前面的市值 我們在做KCL列市的時候 我們是把電流都列出來 對不對 好 電流都列出來 那我們的 我們的電流列出來之後 那我們最後的市值 是電壓 所以其實我們做事情的方法就是 電流只是一個 協助我們去理解 有幾道方程式 那我們想辦法用歐姆定律 用電壓去表示電流 所以到最後我的方程式 雖然是KCL方程式 但是我已經面目全非了 把它變成全部都用電壓去處理 那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最後 我當然列的市值 有一些 是電流源 那當然就變成是一個常數 對不對 所以 這個已知常數是沒有問題 但最麻煩就是電壓源 你想想看 我電流源在這邊列 列是 I1 I2 那我電壓源要怎麼列 這個就 假設我這個地方是個電壓源 那你這邊要怎麼列 因為這邊的I你本來就不知道 而且電壓源 它基本上 你完全 無法從電壓源去得知 它的電流是多少 因為電壓源的意思就是 不管它的電壓是多少 我的電流 而不是 不管它的電流是多少 我的電壓就是固定 所以電壓源的劣勢 對於這種劣勢是很難的 所以 接下去 那我們就是要 來 討論那個 那個 電壓源這件事情要怎麼 VOTG source 這邊要怎麼去處理 這樣子 好 那這邊就 就有講到 就是 如果VOTG source 它要 連接到一個 讓 像reference node 然後和reference node 就是接到D 所以 這個VOTG source 是從這點接到D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這一個 節點就不用結了 你早就知道 這點的電壓是多少 對不對 就知道這點的電位是多少 那所以說 這件事情 其實是很簡單的 這個 等於是說 我的變數 就被退化了 所以這件事情 你應該要感到很高興 因為 這個的變數 已經 明定了 所以 VOTG source 如果是 對D的VOTG source 它就是已知 那這件事情 就變得很棒 OK 好 那 如果 如果不是這樣怎麼辦 它是連動的 我不知道這點的電位 我只知道 這點的 這個是 某一個 節點 那這是另外一個 節點 所以我只知道 這兩個 節點之間的 電位差 這也很麻煩 就是 我創造另外一種條件 但是 我不管電位差 我不管電流多少 我的電位差 就是固定 所以 這件事情的 電位 是很明顯 電位差 是很明顯 但是 對於電流來說 是 非常不好劣勢的事情 所以 IS 是 Difficult to Define 所以 它不能夠 只用KCL去解它 所以 這件事情 其實就很麻煩 哪怕是一個 很簡單的電壓的方程式 那你怎麼辦呢 就是這件事情 你想想 就是 如果是一個 電位 把它包起來 我不知道這點 進去是多少 我不知道這個進去多少 我不知道這出來多少 誒 可是啊 我如果把 這個東西 相鄰的 一些元件都包起來 其實我總知道 總量進去跟總量出來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這個東西 把它整體 合在一起 看的東西啊 我就把它寫成叫Supernode 這件事情應該 也可以想像吧 就是說 我在列式的時候 假設 這邊有個電位 那我這個就是 IAX1 這個就是 IAX1 因為這邊流進去 等於流出來 那 我如果針對這個列結點方程式 會有一個 這個進去然後 這邊出來 那這個地方 也會列個結點方程式 是一個進去這邊出來 那 IAX1是位置 我就把它 方程式代掉 那最後的結果就是 我等於等效速把整個包起來 那這個進去等於 這個 這個總流進去等於0 就是 IAX1加IAX2等於0 那這個是 這個又可以 在一個 我既然分析不了它 我就分析它的外邊 那這樣的話 就可以再度創造一個 新的方程式 就是 再度創造一個 KCL 那至於 裡面要怎麼處理 那裡面就不是我 KCL可以處理的事情 因為我這個電流不明確 所以我這邊就可以用KCL 在內部的回圈 進行 我想要的處理 就是 用這種方式去做處理 那所以說 我們來想想它是怎麼做的 像這一題 這一題 那 我們現在這個有10伏特 那這個10伏特是接到光 所以 V1等於10 這件事情是很棒的事情 就不用解V1 那現在就是 V2跟V3的相差 V2-V3等於5伏 這件事情 可是 你要注意 我雖然知道這件事情 可是 我現在在寫程式 所以 我這個 這個節點方式 我就要開始想辦法列 然後我們就 開始想辦法 就是 這點 V1 等於V2 I1 等於I2加上 Ix 這個就不知道 那 I4 等於 加Ix 等於I3 那這兩次合在一起 就會變成 I1 加I4 等於I2 加I3 對不對 沒有錯啊 對不對 OK 好 那 所以說 兩次合在一起 就變成一個叫 Supernode的東西 那我們就得到一件事 就是 一樣 我就想辦法把這個 I1 I4 I3 I2 I3 的方式列出來 那 I1是多少 我這是一個點 我就列外面 所以I1是 V1 減 V2 V1減V2 除以2 I4呢 I4就是 V1 減V3 除以4 這邊 然後再來就是 I2呢 就是 V2 減 0 就是8 然後再來 V3是這樣 這個式子我想辦法把這個東西用電壓帶進去 那在內部這個回圈裡面 其實我這個內部回圈其實是很簡單的 就是 我這個回圈有三個節點 就是 V2 V3 還有Ground 那我把V2、V3跟Ground 列在一起 其實最簡單的列法就是 V2 減V3等於5 就是列出這個式子 好 那我們來檢視一下 現在 我們有三個位置數 第一個叫做V1 第二個叫做V2 第三個叫V3 那我們三個方程式 V1 然後V2 然後V3 好 那三個方程式 三個結 三個位置數 那我們只要 再 仔細的整理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的矩陣式整理出來 OK 這樣就列出來 這樣大家不曉得 還是可以理解我意思嗎 好 那如果可以的話 那我們再往下看 就是 下面這個式子啊 大家 自己 在 台下也可以 去計算看看 就是 這裡 我中間安插了一個 電壓源 那這電壓源跟光沒有連起來 好 那所以說我這邊有個V1有個V2 然後這邊有一些 有些 有些東西 那這個也是叫Supernode 那我乾脆就把整個東西包起來 那你想要包這塊也可以 就是把這塊包起來也可以 那我們就包這一塊 那我們就得到一件事情 就是 2 等於 I1 加 I2 加7A 這樣子 2 I1 I2 7A 然後再來就是 這樣的做法 然後再來就是 內部的話怎麼辦 內部的話我其實就是 V2 等於 V1加2 因為這邊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KVL 就是所有的電位相加點0 V2等於 V1加2 那當然接下去解怎麼解 就是I I1的話 就是這裡的I1 I1就是V1除以2 那I2的話就是 V2 V2除以4 那這兩個字子再套進去 我們就會有 說我們要的解 這件事情也 就是讓大家理解 這怎麼解 好 那 那這個是一個簡單的解 那我們來想一下這個解要怎麼解 這個解 就稍微複雜一點 它是一個 壓控電壓源 這邊的電壓是三倍的 這邊的感測到的電壓 所以 你列的式子 你就變得更加複雜 這個式子要怎麼列 那你就是 不要害怕 你只要把每個電壓源包起來 然後再把你 已知的列出來 這還是來強調一下 各位回去一定要列列看 因為 你只要列完你就會知道我在講什麼 那我們再來試 我就是 在這邊就是不厭其煩的 就是 代了大家再列一下 就是這邊 就是 I3 I3在這邊 因為我把這個包起來了 這個包起來了 所以這個變成一個大節點 那這個也變成一個 大型的節點 那我大型的節點包起來之後 在第一個大型的節點這邊 會有三個電流 I1 I2 I3 I3 再加上10 這是電流源 會等於I1加I2 I1 這個右邊的節點這邊 I1是流進去的 會等於I3加I4加I5 所以 這兩個大的節點 我們列出來的式子 就是這兩塊式子 那兩塊大節點 列完式之後 我們再來列回入方程式 這個 這個節點 其實它會電壓的關係 我要把它離切 那其實最簡單的電壓關係就是 V1 減掉 什麼呢 20Ω 等於 20Φ 等於V2 所以 V1等於V2加20 這邊是 第一個回入 那第二個回入就是 V3 減掉 3倍的Vx 等於 V4 就是這個式子 所以你看 我這個雖然 它是一個 壓控 電壓源 可是我是 就照列下去 就好了 那 我第三個回入的話 其實 其實我看一下 再上面 那 第三個回入的話 其實就是 V1 這點是V1 那在 減掉Vx 這邊 V1 減掉 Vx 那會等於 這點電位 這點電位就是 會等於V4 V1減掉 Vx 等於V4 那我如果再把這邊列起來 就是 那個 這邊不用列 因為這邊是被這邊 這邊 所 所 所 這邊 這邊是被這邊所包圍 所以 我這邊就是 V1減掉 Vx等於V4 那所以說 我這邊的 列完兩個式子 這邊再列一道 這邊再列一道 然後這邊再列一道 那我去解他的聯力方程式 我就可以把這個比較複雜的 電壓控制 電壓源 把它解出來 這個也讓大家理解一下 好 那 我現在就是 就是這堂課 就是 已經 差不多 就是我教到的那個 節點方程式 那就再 幫大家複習一下 就是 你如果遇到一些 很複雜的問題 那 第一件事 你就把 每個節點都找出來 然後想辦法 把每個節點的電壓 不是 把每個節點的電流 相加值 等於電流 然後列出式子 然後想辦法用歐姆定律 然後把電壓變成 用電流去 把電流用電壓去表示它 這樣方程式就列出來了 那另外的部分就是說 如果是有電壓源怎麼辦 那電壓源你就是避開它 就是把這個電壓源外部 再包裝成一個大的節點 那 為什麼可以這樣做的 最簡單的原因就是 因為電壓源一樣 是一個電流是 往上流的 一個電流就是往下流的 對不對 那所以說我整個的 電流 再往全部的加起來 我還是可以得到 一個 類似 就是節點方程式的 一個 一個結果 所以 我一樣 就是 如果有電電壓源 那我就是包包成一個大的節點 那包成一個大的節點之後呢 那我一樣就是去列式 列完 列完方程式之後 那我再想辦法 把這個 那個電壓 電壓源 就是 所關係到的回路 列出一個回路方程式 那我這樣所有方程式就可以列完 那 那這個東西沒有 太奇怪的事情 就是大家自己 在第二章 已經知道怎麼做 那只是 你就要思考看看 那主要你要怎麼去 有系統去解題 那最大的不同其實就是 我現在 電壓差 我可以用電位去表示它 那我表示起來 就會比較精簡 OK 那就是 這一個 這個節點方程式 要教大家的東西 那 我 因為時間還有五分鐘 那 我接下去 就要再繼續 往下 介紹一個叫做 MASH的這個概念 那我就是 翻到這裡 就是一般來說啊 我們的MASH啊 我們在幾核的圖形上 我們切 我們在一個幾核的圖形上 那我們習慣 把一個 複雜的圖形切成 若干個小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把 把這個小的元件稱作MASH 那我 我簡單的解釋給大家看 就是 現在假設是一個球 然後我有另外一個球 好 那如果我這兩個球 上面 因為假設這是 這個這個地方給他 V這個給他0 那 各位以後上到電磁學就會學到 就是這個東西 基本上就是一個 金屬球 然後 我有個電位差 那有電位差之後呢 他就會有電場的分佈 有電場分佈之後 電荷就會分佈在表面 OK 所以你要怎麼去計算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電荷表面 我想說表面的這個 這個東西 那其實 我其實可以在這個金屬表面 就是最簡單就是把它分成好多區塊 大家想一下這個立體的結構 那區塊分好以後 那我再分 那其實 再分得很細 那其實我可以把每個區塊 分成一個三角形 就是我這邊的MASH的切割 對啊 是 這個這個地方只要 我的演算法可以想說只要四個點 只要三個點就可以變成一個最基本的面的MASH 所以我把它切完之後 那我每個MASH裡面的方程式 就可以近視成一個簡單的方程式 那我把每個MASH對每個MASH的方程式都把它列完之後 我就可以去解反矩正 OK 所以 這是一個MASH的概念 就是 以 就是把 問題 分割 然後再 把問題各個擊破 就是MASH的做法 那 另外還有一些 比較常見到的MASH 就是各位一定有看過 就是 你在玩電動玩具的時候 我不曉得怎麼畫 就是 假設 不太會畫 就是假設這是一個 電動玩具裡面一定會出現過 電動玩具會出現什麼 反正就是 假設這是一個物體 這是一個 三角形的物體 一把手箱好 電動玩具裡面 那他要他要在電動玩具裡面 能夠畫出來的話 那你仔細去看他 他也會有切割MASH 對不對 那這個切割的MASH就變成是一個四面體 就是因為 四個 一二三四四個點 就可以列出一個面兩個面三個面四個面 四個點可以列出四個面 那就可以成為四面體 那這個東西啊 基本上 就變成是一個組成 這個 元件的一個 最小的單元 叫做MASH 所以 簡單講的MASH的意思 其實 就是 把一個 問題把它切割成一個 小小的東西 那 那我就不知道怎麼翻譯 所以 我都知道 我都管他叫做MASH 好 所以這是MASH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套到這個概念來說 那我們來想一下 就是 這個節點 就是我們之前列的是一個節點 那 節點就很好想 我一個 我一個元件有幾個節點 你一看就知道 那當然啦 我們 再回過頭來看一下 剛才的這個概念 就是說 我一個元件裡面有幾個節點 那我從我的內List裡面 我去數就知道了 對不對 可是 如果 我們 要把這個元件切成MASH 那意思就是說 這個MASH 它就是一個Loop 然後它沒有 其他Loop在裡面 它就變成是一個組成一個回錄的一個最小的單元 所以 我就要問各位 這個F A C D是不是一個MASH 就不是 因為它不是最小的單元 而是 F A B E 這個 才是一個MASH 那 E B C D 這個 也才是一個MASH 它是最小的單元 所以說 如果 我可以去 把這個回錄啊 經過一些演算法 把它列出來 那我就可以把所有的MASH都找到 就是這個回錄裡面 所有的MASH都把它找出來 那 我覺得各位 應該也可以 感覺到 就是 一個回錄 它能夠列出的式子是什麼 其實就是 什麼叫 KVL方程式 對不對 所以 就是 K C L 方程式 它列的方程式是 根據 節點 那因為 節點 是一個 K C L的 最小單位 那 那個 K V L方程式 它列的式子 是 是一個回錄 那一個回錄的最小單位叫做MASH 所以你必須要有個能力 去尋找這個電路裡面所有的MASH OK 所有MASH 把所有MASH都找出來之後呢 那你就可以把方程式 順利的列出來 好 那 再往下講 就是 所以 MASH的方程式要怎麼做呢 就是 Circuit Variable 就是你這邊是一個 你想辦法 就是把 MASH裡面的電流 像這個MASH裡面 要代表這邊的電流 就是這裡的電流 就是I1 那這個MASH的電流就是I2 所以你只要把每個MASH 流出來電流 都可以把它描述出來 那基本上來說 那你的問題就解了 所以 一個MASH就一個電流 那MASH就一個電流 所以你的KVL就可以把它列示出來 但是這個有趣的是 KCL它自動就會去符合 那原因是什麼 那我們就下節課 再跟大家介紹 那這節課就先上到這邊 謝謝